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当然你要把各种各样的参数都调好 或者就是说能够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可能比较困难 但是就是说因为它们已经是相对成熟的工具包 所以说相对来说简单一下 我建议大家去试一下可能能够对这个理解会深刻一点 接下来我们在上一次已经讲过了TensorFlow种种设置 在这里我们不再讲的过于的详细 因为TensorFlow它是Google开发的一个深度学习的工具 它的整个的语法 我对它的这个事情的看法是 整个语法非常的灵活 你可以用TensorFlow去实现自己想做的 几乎在深度学习这边想做的所有的事情 然后所以说我们在TensorFlow这里 我们举了一个用TensorFlow去实现Lenet的例子 接下来我们今天接着上一次的这个讲法 我们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咖啡 咖啡是我目前这个实验室用的最多的一个工具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优点和缺点很明显 当然我先把优点和缺点的说一下 第一我对咖啡优点的总结 因为它最初所做的事就是卷积神经网络 就是就是做卷积神经网络 所以说咖啡的第一个版本基本上也只能做卷积神经网络 由于它是专门针对卷积神经网络开发的 所以说它所有的这些接口变得特别的简单 有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弱智 所以说第一位的是它非常适合做卷积神经网络 做图像识别 第二个呢就是说网上有一大堆的模型 域训练的模型比较的多 刚才我说的L1.NET也好 包括Alex.NET也好 那网上一搜Alex.NET加上咖啡一搜 直接就能够把模型搜出来 那咖啡现在官方的网站上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它有一个叫做Model.ru 就是说模型动物园 它里面也给了各种各样的模型 包括我们待会下面要讲到的 要讲到的几乎所有的模型 在咖啡这里基本上都是标准的一个东西 我认为在卷积神经网络这一块 可能咖啡的这一套语法 在目前我们来看 我觉得是最有可能成为标准的一个语法了 第三个就是代码量比较少 换句话说就是简单 就是说它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实际上编写的时候比较方便 你只要把模型写出来 把训练数据和这个训练数据和测试数据准备好 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它自己帮你干掉了 第四呢封装比较好 还有一点我很觉得很不错的是 原程序很容易被看懂 你在咖啡的官方的网站上去看 或者你随便找这么一本书 或者在网上搜一搜的话 因为它所有的原程序都是原代码都是公开的 我个人觉得它的原程序很容易看懂 我们目前在做类似于深度网络压缩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在卡费上直接改原代码 因为你可以把每一层的这个模型 都能够很方便地取出来 也能够把每一层的参数 就是说要怎么去操作 基本上通过一个原代码 能够非常容易地实现 第三呢 当然了就是因为它封装好 是少原程序容易看懂的话 所以说的话 它训练好的参数 也比较容易被导出到其他的程序文件里面 比如说我们做人脸识别 我们训练好了 用卡费训练好了 过后了 我们要做的事 基本上都是把这个参数导出来 写到C语言里面去 或者用其他的这个硬件的语言 去把整个参数写一遍 去把整个参数写一遍 最开始学生 在这里有同学 他们做的时候 可能用半个月一个月 现在我看大家 基本上在几天之内 基本上都能够把训练好的模型写成一个CCC的文本 但是网上也有类似于 类似于这样子的工具 我看就是很多 比如说前几天去瑞辛威 去瑞辛威就是一个做芯片的公司 他们其实也是也做类似的事 就是说他们相当于做一个就是说卡费的卡费的模型 跟他们自己那个硬件设备的一个接口 相当于卡费的模型你直接拿过来 我直接能把卡费的模型的参数都读过来 直接直接把整个的网络写到自己的硬件 硬件设备里面去 所以说类似于这样子的东西 我觉得卡费它之所以能够能够比较流行 我觉得就是因为它的各个方面比较简单 各种东西比较简单 所以说由于如此 所以说比较适合工业上的应用 就是说你真的你要做一个产品的话 我觉得卡费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当然了卡费它有缺点 它缺点其实跟优点我觉得是不可兼得的 它是首先因为它是专门为卷积神经网络开发的 以至于它的结构不够灵活 你如果要实现其他的结构 类似于RNN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 其他的就是说我们后面有可能会学到的一些 一些结构 用卡费就不见得是一个好的选择 因为它只是为卷积神经网络来设计的 然后第二点当然代码写法比较僵化 待会我们会看到 它每一层都要写 每一层都要写 这个待会我们会看到 第三个就是说 就是说除非修改圆码 否则不能完全调节所有的细节 这一点就是说它给你的 就是说我觉得普通人用的 就是说你不读懂圆码的同学 用的那个接口我觉得是很有限的 就是说除非你看懂程序 你能够去改程序 然后这样子 当然其实我觉得其他的也有类似的状况 TensorFlow它能够给大家灵活性更加多一点 但是它的状况其实也是这样子的 你要把里面的灵活性多 就意味着比较复杂 我们还没有去试着去读TensorFlow的和改TensorFlow的原码 我们还没有去做这一步 所以说灵活性多就意味着程序复杂 就意味着你要修改它的每一片的话 有可能不是那么方便 所以说这是咖啡的缺点 当然了在17年4月份 4月还是5月我有点记不得 咖啡出了第二个版本 是由Facebook把它收购了 然后出的第二个版本 据说第二个版本改进了 改进了类似于这些缺点 让咖啡也成为一个相对通用的工具 说实话 我在这里说一点 至少我没有用过 我的学生应该也有一些同学用过它 至少我这里没有用过 所以说我就不讲我没有完全了解的东西 所以说的话 所以说的话咖啡2的话 它相对于它在灵活性上做了一些工作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咖啡怎么用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用法 在这里呢 在这里呢 我们比如说我们首先第一点 我们这个例子呢 是用咖啡来实现 实现L1.5 L1.5 那么它所做的事情呢 大致你看一下 大致的状况是这样子的 首先第一点 这里SH这个文件呢 是在Linux下的一个 批处你命令的一个文件 我建议大家 不管咖啡和TensorFlow 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应该装到Linux下 最好不要装到温度室底下 这是我们干活 现在基本上我觉得 除了做PPT之外 我发现我的干活 基本上在Linux底下 OK 然后所以说的话 这是首先我们要 我们挨个地看一下这里 这里所有的这些文件 其实呢 它这里呢 它所做的事情呢 大致 大致是这样的 我们每一个来试着看一下 首先第一点呢 当然了 首先这两行很简单 这两行 指定数据所在的目录 指定这个卡费所在的目录 就是说我们要编译的卡费所在的目录 接下来啦 接下来 卡费所做的第一个东西啦 第一个东西是什么啦 它要对图片进行皈依化 所以说 它要把所有的训练的数据 算出它的均值的图片 然后呢 你训练的数据 所有训练数据要减掉均值的图片 减掉这个均值 当然它没有做除以方差 为什么没有做除以方差呢 因为 你想一想吧 在图片里面嘛 在图片里面的话 就是说光线亮光线暗 它的方差将会变得不一样 对吧 就是说 它光线的变化将会导致 方差将会变得不一样 所以说的话 卡费在这里做数据的规议化的时候 它只做了这个 只做了这个 减掉均值 它没有做除以方差 所以说 第一步啦 第一步是计算这个均值 不是不是 sorry啊 第一步是把所有的图片 转化成卡费 卡费读得懂的格式 读得懂的格式 所以说这里 这里是卡费里面的一个命令 叫做convert image set 这里shuffle的话 是洗一下牌 就是说 做一下随机的排列 然后啦 你这里有一个resize 你要把 你要把它的这个图片的大小 变成28x28 然后啦 然后啦 在这里的话 在这里的话 你要 在这里的话 你要 首先 这边 这边是这个图像 就是说图像所在的这个 这个状况 你要把它 data在这里嘛 data的话 就是MNIST里面 这里已经准备好了的这个图像 然后啦 在这里的话 你看 我看一下 data在这儿 就是MNIST这个目录下 所准备好的的这个图片 接下来啦 接下来啦 这里tuning.txt 这个文件啦 这个文件 大致的情况 就是这样的 我在 我在很前面的这个 PPT里面有 不好意思啊 我在很前面的PPT里面 这对了嘛 图像在这里 这是tuning.txt 他所做的事就是说 这个文件夹里面 有这么多图像 每一个图像 有一个名字 然后呢 在tuning.txt里面呢 他是把Nabel写到了这里 他是把Nabel写到了这里 item1 Nabel是5 item2 Nabel是0 等等 所以说的话 所以说的话 当然啦 有可能这个tuning.txt文件 没有 那怎么做呢 用Metalab 用Python 我觉得Python比较好 或者是用脚本语言 通过读这些图像 你也能够生成 你也能够生成 这个txt的文件 所以这个 这个我相信 就是说 在座的同学 至少有一部分同学 大致知道该怎么样 做这里 就是说 做这个图像的处理 所以说 这里的话 你看 有了这几个 几个东西过后的话 那卡飞 他在这里做的这个 做的第一件事 是把 是把这个 这些图片 变成28x28的 这个28x28的大小 同时的话 变成卡飞 能够读懂的格式 叫做LMDB 变成这个 卡飞能够读懂的格式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 他这样做的目的 他这样做的目的 我相信 我相信 有一些同学 能够想到 就是 你如果 你不然 你只有两种方式吧 你要么 每一次 去读一张图片 或者读一批图片 拿进来训练 要么就是 一开始 我就把 所有的图片 打包做成一个 一个大的文件 然后每一次 只需要调用这些文件 拿去训练就可以了 拿去训练就可以了 当然了 这个LMDB的格式 这个LMDB的格式 到网上随便查一下 应该能够查到 我 我大概 我就是 我大概 我就是下载的 这个LMDB的格式 我通过这个格式 我把图像写了出来 就是说 我用Metab 把图像写了出来 所以说 这个格式 在这里这个格式的话 它 它是一个 完全固定的一个格式 完全固定的一个格式 然后网上查一下 大致能够 大致能够了解 接下来 同样的道理 你把test set 你把test set这里 也变成 也变成LMDB的格式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算出训练图像的均值 你看 算出训练图像的均值 很简单 Compute Image Meme 然后把 你看这里 输入的就是这个 Twin LMDB 是输入的图像 而这里 这里得到的 就是Meme Binary Proto 这里得到的 将是它的均值 这里得到的将是它的均值 第三步呢 第三步是训练 Twin LUnit.sh 换句话说 我们待会要执行的 仅仅是这一个 仅仅是这一个文件 仅仅是这一个文件 你看一下它所做的事 也是相当的简单的 首先把 把就是说卡费 卡费在哪里 写到Build的目录底下 同时把Twin 就是说 卡费在哪里的目录在这里 然后Data的话 在这个目录底下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接下来所做的事 你要写一个solver 就是写一个这个解决器 解决器是LUnit.solver.proto.txt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 我们看一下这个解决器里面 是什么东西 它大致是这样 你看在这里的话 使所有的事情变得熟悉了起来 所有的事情变得熟悉了起来 在这里的话 我们挨个的 不讲的特别的多 因为在这里每一个 大家自己会去查一下 大致能够知道 你看 test iteration 100 为什么要设定100 就是说 batch size 就是说每一个 在test里面呢 我们是有一万张图片进行测试 那么这一万张呢 我们每一次是送100张去测试 这样子的话 能够充分利用GPU的计算能力 我们每一次送给GPU 100张去测试 所以说 每一次送100张 然后呢 有100个test iteration 在这里 batch size设在哪里呢 没有设在这个文件里面 大家继续往下看 设在那个net的那个文件里面 OK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 在这里的话 这个 所以说test iteration是100 就是说我们要送100次 接下来呢 接下来它有一些参数啊 一些参数 test interval是500 这500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每做500次这个训练 每做500个iteration的训练 我们要做一次测试 我们要做一次测试 这样子做导致的结果的话 你可以做 validation set的话 你也可以在这里设置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这里呢 都是一些参数 基本上大家 基本上大家都学过啊 baseline baseline learning rate LR是learning rate 就是说基本的学习率 你看这是第一个被确定的参数 0.01 学习率 第一个被确定的参数 接下来momentum 这是上一次学的 在这里不取momentum就显0 weight decay 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 weight decay 是上一次的那个regulation的那一项 就是说 这里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 1等于 二分之一 比如说 小Y减大Y的平方嘛 还加一个regulation上嘛 比如说一个R 然后呢 乘以一个所有的Omega 所有的Omega 加到一起 所以weight decay就是这里的R 它是一个regulation的一个项 在这里取一个 取一个比较小的值 再接下来呢 再接下来呢 这叫做learning rate policy learning rate policy 就是说改变学习率的方法 上一次其实我们大致也讲过一些 在这里呢 当然了 你可以看learning rate policy的 它的一些定义 它一种 一共有七种可以选 大致的想法就是说 一开始我们想让learning rate变大 比较大 然后随着训练的深入 让它逐渐的变小 它有多种多样 多种多样变小的方式 在这里呢 当然了 有各种各样的 这样子的一些值 换句话说 就是说随着iteration的增大 你要让learning rate 逐渐的变小 所以说的话 所以说的话 在这里的话 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我们在这里取了 IMV这种方式的话 它所做的就是说 一加上一个γ乘以iteration的数量 然后呢 然后呢 再负power这么次方 而接下来呢 这个有两个参数 一个γ一个power 这里吧 接下来它的参数的定义在这里 接下来参数的定义 直接写到下面 γ和power的各等于多少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里有一个 display的一个参数 每隔一百 一百次这个循环的话 第一 iteration 每一个iteration是什么意思啊 每一个iteration是 所有的训练数据都跑一遍 算一个iteration 所以说 每隔一百次 iteration的话 它要显示一次 接下来呢 接下来最大的训练训练的这个 这个iteration数是一万 就是说 我们要做一万个iteration 我再次说 每一个iteration就是所有的训练 要跑一遍 跑一遍 这里snip short 五千是什么意思啊 这里这个参数的意思是 比如说这里是一万嘛 那么我们做到第五千个的时候 我们要把第五千个的模型保存下来 我们做到 接下来呢 再隔五千个 做到一万个的时候 我们要把第一万个的模型保存下来 所以说在这里 你在这里写的 就是说每一个的话 它将是保存模型的一个状况 当然了 你这里你也可以写一 写一的话就是 每做一个iteration呢 你要把模型全保存下来 然后你在这些全保存下来的模型当中 你再去挑一个最好的 你再去挑一个最好的 那这样做有一定问题啊 因为 对于L1Net来说 你保存一万个模型 我相信在服务器上 这个数据的开销还吃得开 你如果对于AlexNet AlexNet大家知道有多大吗 AlexNet大概有500兆左右的一个量级 所以说你要保存一万个500兆 这个存在问题 你总得做一个取舍 所以说这个snip short这里 这里你总得做一个取舍 相当于我们要尽量多的来保存模型 然后再在这些模型当中挑一个最好的 接下来这一句其实很简单 这个模型保存在哪 保存在某一个文件夹里面 保存在某一个文件夹里面 接下来这里啊 接下来这里就是 你是用CPU还是GPU进行训练 待会我们会试一下 我在这里写CPU和GPU 大家看一下速度 大家看一下速度 接下来这里的话 这已经被学过了 就是说这个叫什么呢 参数更新的这个策略 这里用RMS PROP 你也可以用Adam 你也可以用其他的这些方式 OK 然后这里当然是每一个的他的这个参数 每一个参数 OK 这是所有的这个文件的一个状况 它设定了一些就是说 一些训练的这个状况 当然最重要的一句话还没有讲 最重要的一句话是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给指出了是 你看在这里的话 在这里的话 tuning data呀 什么他 他的都没有啊 这个这里啊 最重要的一句话其实是第一句话 我们要设定这个net用什么 net的话是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 我们看一下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很长 这个文件基本上把renet 相当于你想嘛 我们要把renet的所有的 所有的参数设置全写到 全写到里面去 所以说这个net这个文件很长 它在这里它指定了 我们用这个net 我们看一下这个net的状况 看不大清楚啊 这是这个net的一些状况 我只是做了一定的摘抄 我只是做了一些摘抄 这摘抄的方式呢 我摘抄了一个 每一层都要这样写 我摘抄了一个卷积层 我摘抄了一个pooling层 同时我摘抄了一个这个 最后的那个优化层 最后的那个优化层 大致的状况是这样子 你看 首先你要给一个layer取一个名字 比如说这个conv1 然后呢type 这里写convolution 这是卷积层 这里type你可以写pooling 这就是pooling层 这里呢 softmax with loss 这就是最后的那个结果那一层 接下来呢 波腾就说输入是什么呢 是data 这个data的话在其他的 在这个net里面有定义 就是说它是输入的 输入的是数据 top输出的是conv1 那么它输出的呢 输出的这一层呢 叫做conv1 然后呢你看 你看啊 这里输出是conv1 到不经过了这一层过后 做一个pooling的话 你看 bottom又变成了它 所以说 它是在找这些名字去匹配 这样子写的话 你看 这里的top是这个名字 这里的bottom是这个名字 那么这一层的输出 直接就到这边去 所以说这是它写的这个状况 接下来呢 这里呢是设定学习率 它对每一层都可以设定学习率 这里是两个 lr 这这里是两个 它是什么意思呢 在convolution layer里面 有omega和b 有omega和b 你看 所以说的话 它给出的是 上面那一个是omega的学习率 它相对于是原始学习率乘以1 而b的学习率呢 它在这里是原始学习率乘以2 它很奇怪的方式是给了两个 我觉得在我们的应用当中 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有必要 我经常这里我都取得一样 OK 当然了这些东西就是说 非常intrinsic的东西 自己可以回去调一下 自己回去试着调一下 接着是这样子的 你看 接下来这里的话 你对照着这里看的话 应该很简单 number of outputs 6 这里就相当于有6个 第一层6个特征图 curnal size 5 curnal size的话 将是5乘以5 我在这里说的是 卡费这里不支持 不支持这个curnal size 就是说 就是说3乘以7 或者7乘以3 它反正 它这里只有一个 一个参数 这里stride等于1 stride等于1 然后weight filter weight filter这里是 这些参数初始化取值的方法 就是xavier 这是一个比较常用的方法 我在课上基本上也讲过 也讲过这个方法 就是说 这是参数初始化的方法 然后bias初始化的方法 这里它是constant 它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最初的时候设定为0 最初的时候设定为0 在这个test 在这个文件里面 所有的东西都有设置 现在pooling这一层 当然也是这样的 你看pooling的type是max pooling的type是max 你在这里你也可以写average 写average就是平均的pooling 你写max就是最大化pooling 接下来curl size2 你可以想象 这里相当于是 每个四个 相邻的四个像素 取一个最大的值 curl size2 stride2 stride2就是说 它不重复 就是每一次 每一次的这个不常不重复 这样一写 这个pooling这一层写好了 pooling这一层写好了 OK 所以说 所以说我刚才说到的 它的这个卡费很繁琐 在这里 就是说每一层里都要写 现在有一些人 包括我们下一节课 要讲到的就是说 有一些类似于 RES 这些 都有152层 或者好像我最近前段时间听到 有谁做出了什么上千层的 你想 如果一千层的话 你要写一千个这个 你要写一千个这个 怎么做啊 同学们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用一个脚本语言 类似于python 你自己编一些规则 自己帮它写出来 你写一个程序来写 来编 来写卡费的程序 OK 我看如果是我的话 我来做的话 我估计我除了用copypaste之外 我估计我会自己编一个脚本语言来写 如果层数多的话 我来写这些层 OK 所以说这是所有的一个状况 OK 在这里 最后当然在这里 你看 在这里 这个NOS层 你可以在这里直接写一个 Softmax NOS层 然后这里输入和输出 你看 输入的话 bottom你看它就有两个了 在这里 第一个IP2的话 是最后整个卷积网络输出的结果 而第二个bottom是Nable 是Nable 就是说 你要去做一个Softmax 我刚才请大家想一想 就是说 前面讲过 你要用 你要用就是说 算出来的结果 是IP2这里算出来的结果 减掉这个Nable的结果 然后再取一个平方 就是说两个bottom TOP的话将会是NOS TOP是NOS 你看 在这里还有一个Face 只在训练的时候算这一层 在测试的时候不算这一层 所以说在这里给出的状况 就大致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我相信大家学了这个课 去看几个这个咖啡的这个model 你们会有更多的感触 我在这里 我觉得我不需要去把所有的细节 讲得特别的详细 反正我把整个的这个例子 放到了网上 我把整个例子放到网上 希望同学们能够认真地看一看 跑一跑程序 L1Net的这个 由于它比较小 计算量不大 在PC机上跑的话 我估计十分钟左右 也基本上能够跑出来 也基本上能够跑出来 所以说这是所有的一个结果 我们试一下 试着跑一下 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试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 这里你看 最下面那一行是GPU 我们首先看看 如果说用CPU去跑怎么样 我们首先第一个 在这里呢 我们对比训练速度 就是用CPU和用GPU 速度的差距 这是我 我是在服务器上做这事的 Twin L1Net的LSH 这是用CPU的这个速度的差距 它每跑一下 大概是这样子一个状况 我们再等它跑 跑一到两下 我们把它停掉 你看 它相对于它这 每一个Iteration 大概是这么长 就是说训练有五万个样本 每一个Iteration 大概是这么长 我们试着用GPU去跑 首先我们GPU的设置 GPU的设置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服务器 GPU的设置是这一个 这一块 我们目前来说最强的一块 最强的一块是这个 我们这个K40这一块 我们看一下 试一下 这里改成GPU就可以了 OK 你可以看到啊 速度提高到20到30倍 所以说这基本上是这样子一个状况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状况 OK 可能还是有一定结果 你看 所以说这个应该是一分钟之内 应该跑完了 就是一万个 一分钟之内应该跑完了 所以说这个 我们这个领域现在变成了 变成了两个东西的比拼 最大的是数据的比拼 谁的数据多 谁能够做得更好 其次就是这个运算能力的比拼 因为我说过 海康的数据和运算能力 估计都是我这里的一千倍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测试 做一个测试 你也可以用GPU来做测试 你看嘛 它每一个by去年一百张嘛 你一万张图片 做测试的时间 大致是这样子的 最后得到的测试结果是 99.04% 比我自己写的那个 TensorFlow要好 我估计它里面优化的 比我要好吧 因为我自己 TensorFlow写的这个 L1Net是我随手写的 当然我是参考了网上的 其他的Net 是随手写出来的 就是说我自己写出来 大概98点几 98.5% 它自己 它这样算出来 99.04% 这是大致的 整个的这个 咖啡的一个结果 OK Curl1 3 3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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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8